6月以来,道指已转横行格局,浮沉于26000点,并呈三角收窄,上方降轨迎守,但下方升轨则不断分平,意味声难过跌,标指也自6月起转横行。 同样三角收窄,但下方升轨守住,分平的士上方降轨,意味声易过跌,纳指由4月在情上升通道,而通道情极轻微的喇叭抹阔,升时不妨照坐,穿10100点左右要走。 其他指标方面,美会向下,美场债息微跌,一利一淡,VVIX稍微升但FIX逐跌。 也是一利一淡,彭博资金流显示,资金股市仍以美股最吸钱,中港台等值最差。 见证流出,不过一周以来,股市已不及债市吸钱了,显示资金心态已转审慎,结论事体不通。 凭经验则通常员之前方向续行,即道指横行纳指升,标指介乎中间,港股方面,无格的了,要看A股,简轻所言甚是,A股自2015年尾起雄二横行。 上周初高位正近者横行通道顶,金轮爆声托使手影明显,雪穿了还不过是数高引基金。 散户买,基金钱实也是散户钱,他们派货你门接,然则小学生都识的狼来了故事。 同一大话讲尽两次,2007和2015年爆声后军回八九成,今次自然一声就斗快叔。 照看图者,上中至小回近3100点之最短线升轨甚至3000点水平之稍长线升轨。 恒指近两周来的跌势未改,但勉强守住五月下旬起的升轨。 在美股大上,A股大落下,恒指这升轨首度与否亦难讲,失手便要看下一条跡23900点左右。 图表,指标看不出方向,市场或将焦点转到业绩,经济,疫情,地缘冲突等因素了。 前两者中性,后两者淡,业绩是第二季的,势必差劲,而下半年应好得多。 故第二季的业绩参考作用不大,即使结果远不符预期,市场亦未必有大反应。 经济方面,现公布的数据多为5.6月,已见改善趋势,通常未至于一旦即散。 故亦多无惊喜,客,反而疫情对经济具前瞻性,而现役确呈第二波大爆发, 鉴于病毒变种后传染力大增,个案上升或会急过第一波。 地缘冲突方面,美军以豪不客气地派了母艦,战机到南海,台海一带游役, 盘船,战意未浓,既然某战拉倒,金融战未是时候开打,梁九未见兵临城下,应有点动作。